文革是整个民族的集体犯罪 哎哟 然后呢 就把这种犯罪呢 最后归接到几个人 一人四人帮身上 那现在呢 现在是一家六人帮 他们是不是在犯罪呢 我们我们不能不防 不能不防啊 几个人 一个人 然后怂恿几个人一块 掌握一个权力 进行统治 他们不会犯错吗 我相信 他们可能是伟大的领袖 可能是英明的导师 他们读过马克思主义吗 我相信我读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多 我没读懂 不明白 他们读懂了吗 然后他们拥有权力 拥有权力就可以主宰一切吗 不可思议 下半夜了 我是难以入眠啊 来 来一口小酒 来 然后呢 在临死之前呢 再快活一会儿 我能不能骂人呢 是我高等教育的人啊 骂人也不对 但是呢 真的想骂 他骂了个逼的 什么东西啊 都是 有没有文化 一个文盲群体能统治我们的国家吗 来抓 来抓我吧 老子他妈咬死你狗日的几个 老子他妈咬死你狗日的几个